大家好,欢迎来到互相俄语课堂,我是主讲员,安娜。 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一些如何在机场通过编辑和拿行李的句子。 现在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内容。 喂,疫情。 您对门吗? 是的,在这边。 您的管理员,你买官司是做了吗? 没有,我是做了吗? 您是做了吗? 您是做了吗? 您是柯词或 gast? 您是乱门,您是做了吗? 您是做了吗? 您是做了吗? 没有,我不是做了吗? 您是做了吗? 你对吗? 您是做了吗? 是的,这是我 好,这是你的手 这是你的帚 是的,我的 你是不是 是我的 是的,我是我的 这是你的帚 是的,我的 谢谢 是你的帚 是的,谢谢 父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 上次我们说到了拿行李 那么拿完行李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过海关通常也是入境必要的程序 我们在入境的时候 如果随身携带了超过一定数额的外币 或者是其他需要申报的物品 那就需要在海关那里贴写保管单 Declaratio Declaratio 那么通过海关的时候又要说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新单词 Billet Piao Billet Bagage Chingli Bagage Declaratio Paguantan Declaratio Tamorjnik Haiwan官员 Tamorjnik Tipični Bagage Decl 바 Bagage 一、一、二、二、二 或者还是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一课的对话 地段1 您是你的秘密 秘密? 那你去嗎? 那你去嗎?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的秘密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那你去的樣子 我沒有要航幅 Я бизнесмен Где ваш пакаш? Вот мой пакаш Чемодан и сумка А это что? Это аспирин А это? Это сувенир Хорошо Вот паспорт и ваш билет Ваш билет Чемчужин и натип я Билет? Где он? А воду,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ипео Типео за на О, за за Чемканба Где ваш паспорт? Не нахуджао на Где мой паспорт? Воду Воду худжао За за А декларация? Погонтанна Вода н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гонтан за за Чемкан Хорошо Вы турист? Хаде Нинжи югхэма Нет, я не турист Я бизнесмен Бу, я не югхэм Я сын Я сын Где ваш багаж? Нинда Синглина Вот мой багаж Чемкан Сунгка Вода Синглица Нинжи югхэ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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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名词的性 要知道名词的性 首先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名词 名词就是表示事物名称的词类 一般来说表示人和动物的名词叫做动物名词 而其他的就表示非动物名词了 区分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在以后的语法学习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哪些名词是动物名词哪些又是非动物名词呢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爸爸 妈妈 Sistra Gott Sabak 这些很显然就是动物名词了 那么 Park Passport Airport 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非动物名词 俄语当中的名词要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 如果说爸爸妈妈我们是非常容易区别他们属性的 那么其他的名词比如说护照 计票 机场 我们又要怎么来判断他们的性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他们的词尾来判断了 当一个名词它没有词尾也就是这个词尾是以应付音结尾的时候呢 这个词就是阳性的 比如说 Gott Mau Sook 果汁 Bark 公园 行李箱 那如果一个词是以阿 亚或者是亚结尾的时候 一般它就是阴性名词 比如说 Mama Mama Kniege 书 Sabaga 狗 Visa 签证 Waza 花瓶 当然了 爸爸这个词还是要根据人的自然属性来归类的 所以爸爸尽管它也是以阿结尾的 但它依然是一个阳性名词 那中 那中性又是什么情况呢 当一个词的词尾是欧或者是耶 依依的时候 这个词就是争性了 比如说 Mole 大海 Akno 窗户 现在我们就来回忆一下以前学过的那些名词的性 它们都分别是什么 阳性名词有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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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k 公园 Bank 银行 Bar 酒吧 Cin 儿子 Nos 鼻子 Musicant 音乐家 Fondan Pension Ezik 语言 Skaf 柜子 Centr 中心 Urgin 晚餐 Damat 番茄 还有很多很多都是阳性名词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那么阴性名词又有哪些呢 比如说 Zina 墙 Casa 收银台收款处 Cabusta 圆白菜 Sabaga Cabul Cabuka Ca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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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ake Ca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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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Cabula 房间 历史 道路 道路 马路 女记者 女游客 女游客 这些名字包括了什么呢 比如说 大海 一座 鸡蛋 苹果 电影院 照片 鸡蛋 夏天 乌 耳朵 当然啊 除了这些正常的以外呢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名词的性 比如说 有一些名词 它是以 结尾的 但它们不是阴性 而是中性 比如说 名字 一名 还有一些是以软音符号结尾的名词 它们有可能是阳性 也有可能是阴性 这个我们在以后会碰到 我们以后见到具体的情况 再来分析 现在大家有没有一点点感觉了呢 看完了名词的性之后啊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物主代词 什么是物主代词呢 就是表示 我的 你的 他们的 等等等等这些词 他们的性和数 要跟所修饰的名词保持一致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edvash billet 这是您的票吗 这里我们要注意 billet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所以vash 也要用阳性 edvash billet 同样的大例 edvash visa 这是您的签证吗 edvash visa 这里的visa是阴性的 所以vash 要变成vasha edvash 这是您的照片吗 edvash 这里vash 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所以vash 也要变成中性 变成vash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个例子当中 物主代词都是vash 但是这几个vash 显然长得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啊 就是物主代词不同性的区别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阳性 有vash 阴性呢 就要用到vasha 中性 就是在这个vash的后面 加上ye 变成vash 除了您的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物主代词 比如说 moy 我的 tvoi 你的 nash 我们的 nash的变化形式和vash 完全一样 比如说 我们的城市 nash gord 我们的历史 nasha istoria 我们的照片 nash vash 而moy和tvoi 它们是另外一种变化 moy paspard 我的护照 moy ya womna 我的 房间 moy fod 我的 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阴性 是把词尾的短一 变成了ya 或者是yo 分别代表了阴性 或者是中性 所以相应的呢 你的 也要这样变 vash 你的护照 v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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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还有三个物主代词 怎么办呢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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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 很简单 可以变成 v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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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词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三个词 因为它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无论后面的名词如何变化 这三个词始终都是 v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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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Иван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 Людмила,再做什么吧? типичный иностранец извините, это ваша виза? да, спасибо, это моя виза 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Шереметьево? да, это Шереметьево это Шереметьево 1 или Шереметьево 2? это Шереметьево 2 извините, это ваша виза? 不好意思,这个是您的签证吗? да, спасибо, это моя виза 是的,谢谢,这是我的签证 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Шереметьево? 请问这里是 Шереметьево 1 ил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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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是 Шереметьево 1 ил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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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ереметьево 2 или Шереметьево 1 или Шереметьев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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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ли Шереметь 一调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 典型的外国人 Ludmila果然是非常非常细心啊 这次他又发现了一个外国人丢了签证 幸亏有他 不然这个人可真是要麻烦了 说到外国人呢 我们就来记住几个常见的表示某国人的单词 比如说 中国人 Rusky Ruskaya Laszyen Anglicanin Anglicanika Ingalan人 Amerikanec Amerikanka Meguoran Shotlantec Shotlantka Sukalan人 Kanadec Kanadka Canada人 Irlantec Irlantka Irlan人 Avstreec Avstreeka Avstreeka Novazela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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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俄罗斯的首都 它始建于1147年 距今已经有860多年的历史 人口超过了千万 莫斯科是五海之港 它有四个主要的机场 九个火车站 地铁以效率高 间隔短和建筑期而闻名 机场当中呢 最为著名的就是西里梅吉沃机场了 西里梅吉沃国际机场 开始运营于1980年 它位于莫斯科西北部28公里的地方 属于俄罗斯莫斯科的民用机场 它也是俄罗斯航空的枢纽港 这座机场呀 在2012年的时候 一共处理了2618.8万乘客 起落航班一共有228868架次 它距离莫斯科市中心 一共有35公里 有两座相距10公里的航站楼 因此呢 有人把它们视为两个机场 一般SVO-2也就称作 西里梅吉沃国际机场 多数国际航班从这里起飞 而SVO-1经常被称为 西里梅吉沃一号机场 主要起降国内航班和部分国际航班 西里梅吉沃机场 二号航站楼是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而建立的 这两个航站楼和G啊 也就是目前莫斯科地区运量最大的机场 这个机场呢 就是俄罗斯国内最大最著名的国际机场了 经营国内超过60%的国际运输业务 同时呢 定期航线的比例也占到了总运输量的90% 要从市区去机场的方式有非常多 可以直接开车 从莫斯科市中心沿着利宁格勒公路 一共有28公里的车程 当然我们可以到停车场来停车 我们也可以乘坐出租车 从莫斯科市中心乘坐出租车的话 可以在40到50分钟之内到达机场 当然了还可以坐公共汽车 车票可以在司机那里购买 公共汽车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45分到凌晨的0点30分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乘坐电气列车和机场专线公共汽车 在航站楼之间也有公共汽车 和快速公共汽车 还有专线出租车 这个途中的乘车时间是15分钟 现在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今天学过的内容 几个常用的句子 Warspillet Billet? Gzewon Avodunpashasta Gzewaspasspart Gde my passport? Gde my passport? Avodunpashasta Avodunpashasta Avodunpashare Avodunpashasta featport? Evodunpashast ante Evodunpashata Evodunpashasta Evodunp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